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述香港教授杀妻藏尸案 2018年8月20号 香港大学的师生们突然发现校园里边多了几张寻妻告示 张贴告示的张其中副教授在告示里边说了 我妻子陈慧文日前离家出走 至今不知所终凡请见到的速速告知 在港大校园里张其中是一位很受同事和学生爱戴的老师 大家对他一致的评价都是和蔼可亲 平时特别关心体贴学生 在外人看来他和妻子多年以来恩爱和睦 晚饭过后大家经常可以看到夫妇散步的身影 因此大家对这则寻妻告示也没多想 都以为师母只是因为口角俩人闹了点小情绪离家出走了 可是几天之后接到报案的警方进入校园着手调查的时候 人们才感觉到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报案的正是张其中 他告诉警方16号晚上自己因为家庭所事与妻子发生了争执 之后两口子各自睡觉 第二天凌晨就不见妻子的人了 拨打电话也无法联络 只好报警求助 因为张其中和家人呢 一直居住在香港大学一座名为伟伦堂的宿舍楼里 警方马上就调取了这里的监控录像 结果通过翻看监控记录啊 并没有发现陈惠文离开宿舍楼的身影 凭借警方的经验 一个连居住地都没离开的人却凭空失踪了 往往失踪人会遭遇不测 于是警方马上把案件交给重案组调查 重案组呢随即调取了校园里的所有监控 逐一查看 虽然依然没发现陈惠文的踪迹 不过警方却发现一个很不正常的画面 17号深夜 张其中曾经把一个大型的木头箱子 搬进了自己办公大楼里边 因为这个木箱子过于可疑 警方于是大胆推测 杀害陈惠文的会不会就是报案人张其中呢 就在警方将怀疑的目光对准张其中的时候 张其中啊 仍然通过社交平台安慰大我 说近期警方呢 会多次对我和相关场所进行调查 大家不要因此感觉不安 明明妻子很可能已经遇难了 却这样为大家着想 很多人呢还挺感动的 你看张老师啊 人家出这么大事 人还想着安慰我们呢 几乎没有人把张其中和凶手联系起来 可是仅仅一天之后 剧情来了一个惊天大秘转 8月28号下午 众案组突击搜查张其中位于港大的办公室 最终在一个角落里边发现了那个大木箱 这个木头箱子呀 被大量的报纸杂志所掩盖着 所有的缝隙都用玻璃胶密封起来了 打开之后啊 发现里边呢 还有一个行李箱 箱底渗出的血水 让人是触目惊心 散发着的强烈的恶臭味 更是让人忍不住的干呕 打开行李箱前 死者正是陈惠文本人 只见女士身上只穿着内衣内裤 因为死亡时间比较长了 已经开始发胀腐烂 在他脖子那儿呢 警方发现了一根深深勒入肉里的黑色电线 据此警方初步判断 死者生前是被人勒死之后 藏尸在行李箱里 再放进自制的密封木箱里 防止尸臭味飘散出来 极有可能是凶手 想等到风头过后再实施抛尸行李 因为死者呀 出现在张其中的办公室里 警员呢 就怀疑张其中涉嫌杀其藏尸 当天就以涉嫌谋杀 将他拘捕后审 当张其中被戴上手铐 戴上黑色纸袋压住警车 装有女士的木箱被警方推出来的时候 广大的使生们是一片哗然 人们不敢相信呢 平时大家如此尊敬的张教授 居然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之后呢 还试图以报案和发寻人启示的方法 扰乱人们的视线 甚至还把尸体藏在身边 长达11天之久 自导自演了一出贼汉捉贼的好戏 想一想这些天以来 自己竟然陪着一具尸体 在校园里度过了整整11天 而凶手居然白天坐在办公室里 对尸体镇定自如 站在大家面前依然是慷慨 陈词谈笑风生 温文尔雅的导师啊 竟然是这样一位心狠手辣的恶魔 很多人都觉得头皮发麻 堂堂的港大副教授 为什么杀死自己的妻子呢 随着警方的审讯 一个让人无限感慨的故事浮出水面 1965年张其中呢 出生在香港的一个平民家庭 虽然家境一般 但是他从小啊特别聪明 1982年 还被推荐到英国博明汉大学学习 在博明汉大学毕业之后呢 又获得了奖学金 到威尔斯大学读博士 因为他年轻有为 自然也成为了很多女孩子 最中意的夫君 虽然远隔重洋 但是向他抛来的橄榄枝啊 就从来没有断过 张其中的家族呢 并不庞大 他的父亲的传统观念特别重啊 多次催促儿子 赶紧结婚生孩子呀 1989年冬天 在张其中回家探望的时候 硬逼着他去乡了一门亲 女方呢 叫陈惠文 是张其中的父亲 在众多候选者之中 精心挑选出的 自己最满意的一位 虽然陈惠文呢 姿色不出众 学历只有高中水平 但是呢家境阴士 家境条件不错 经不住父母在那左劝右劝 当年张其中呢 就和陈惠文呢 定立了亲事 第二年春天还在读书的他 就和陈惠文结了婚了 结婚几个月之后 张其中博士毕业 随后进入英国一家轮胎企业 担任了工程师 成为让很多人羡慕的高薪白领啊 1992年 他的女儿出生了 生活变得是鸡飞狗跳的 陈惠文呢 就多次给他打电话抱怨 为一个人拉扯孩子太辛苦了 更重要的 这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啊 你啊赶紧回来吧 也好帮我分担一些 抚养孩子的重担啊 太多的抱怨 让张其中都快烦死了 他呢不得不辞续 这份高薪工作 返回了香港 得亏回到香港之后 凭着他显赫的国外留学经历 香港大学聘请他担任了教师 在这之后的很多年里啊 他是日复一日的 白天教书育人 回去俯妻教子 虽然这样的生活 让陈惠文满足 可是张其中啊 却感觉枯燥难过 从返回香港那天开始 他就埋怨其子拖了自己的后腿 让自己满腹的学识 失去了最好的用武之地 为了重现自己过去的风光 他呢专心教学 业余时间多次发表论文 试图通过努力实现职位的晋升 可是那些专业的学术期刊呢 很难引起官员和校董会的关注 平时呢 张其中也不擅长说脱关系啊 跑人脉啊 因此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还是港大一名普通的教书将 他呀 总是自己在那感叹 娶了这样的妻子 是我人生之中最大的败笔 最大的遗憾 令张其中想不到的是 自己最头疼的职位晋升难题 竟然被妻子陈惠文给化解掉了 陈惠文通过关系呢 结识了教育公署 一位官员的太太 得知对方的身份之后 陈惠文就跟见到旧姓似的 马上要求对方转告自己丈夫 千万不要将张其中调出香港 对方一听瞠目金蛇呀 这个没人说把他调出香港啊 怎么有这么一说呢 怎么回事啊 陈惠文就跟他说呀 说东北呢 一所有名的大学 最近呢 想聘请张其中前去担任副校长 同时兼任一个国家项目课题组的负责人 我可受不了东北那么冷的环境 俩孩子又都上大学呢 要让他一个人去内地吧 谁敢保证他没点作风问题啊 其实他说的都是假的 不过陈惠文为了让对方相信 那所大学真的欣赏张其中的学识 他还把张其中近年来发表的论文拿了出来 如他所料 听到妻子讲述并且查看论文材料之后 这名教育公署的官员呢 马上知会了香港大学的校董会 说这样的人才啊 即将外留 你们呢得采取措施 于是香港大学马上采取了补救措施 2009年张其中进入港大校委会 开始参与校正 而这个校委会呢 香港行政长官是有提名权的 因此被外界看的分量特别重 大伙听到这可能感觉挺邪乎的啊 就这么骗了人家几句 就把十好几年解决不了的问题给解决了 现实啊 往往就是如此荒诞 对吧 曾惠文呢 为张其中生育了一儿一女 又为丈夫呢 解决了职位的晋升 让他的仕途变得一片功名 本来啊 就总感觉自己劳苦功高的陈惠文 这一下子更感觉自己了不起了 我是有功之臣呢 人呢 变得越来越强势 越来越专横 此后的多年时间 如果张其中对自己表现出了 哪怕一点点的对抗 他马上就会提醒张其中 你别忘了你的官是怎么当上的 张其中呢 知道妻子的付出 往往在这样的提醒之下 也就变得逆来顺受的 事情呢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我稍微有点功劳 始终挂在嘴边上 这样再好的感情 也会变得疏远 你付出过再大的努力 一味的让别人感恩 知恩图报 时间一长 别说不感激你 对你的反感会越来越深 因为妻子不时的提醒打压 让张其中的是头疼不已 他更想证明一下自己 不靠裙带关系 我一样吃得开 可官场上的争斗历来是勾心斗角 最终呢 他在官场上几番努力 非但没有丝毫进步 反而呢 和个别的同僚变成了敌人 官场的失忆啊 让他心态就失去平衡了 回到家呢 也得不到陈惠文的安慰 并且陈惠文进入更年期了 是越来越能唠叨 为了保持自己权威地位 总是不厌其烦的翻酒账 这让张其中啊 是恨得牙痒痒 2016年 因为参与一次校内活动 张其中认识了一位 名叫黄婷的学生家长 黄婷呢 是个单身母亲 和张其中啊 一见如骨 此后呢 黄婷多次约张其中见面 表达了对张其中的仰慕之情 这样的主动示好 让张其中惊喜发现 啊 我妻子那么看不上我 可在别人眼里我就是快宝啊 黄婷呢 就心甘情愿的做了她的情人 她不但找到了自信 还找到了 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快乐 她再回家瞅着陈惠文 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原来就不顺眼 现在是更不顺眼了 自此 这个一直比较和睦的家庭 不再有忍让了 开始频频的出现争吵 虽然有时候张其中呢 还会和妻子饭后散步 扮演着夫妻恩爱的假象 可是她的心早就不在妻子身上 一有时间呢 就跑到黄婷身边 一直以来子女呢 都是张其中的骄傲 俩孩子呀 从小学习出色 如今呢 张其中那28岁的长女 在廉政公署任职调查员 26岁的儿子呀 选择了当一名牙医 大伙都知道牙医 可是一个社会地位极高 挣的特别多的一个行动 2018年8月16号晚上 张其中的女儿陈娟 刚上完厕所 陈惠文呢 发现她没有把马桶冲洗干净 当场就训斥起了女儿 为这点琐事呢 就唠唠叨叨的没完 陈娟呢也不喜欢她妈妈 认为话太多了 太烦了 太不可理喻了 毫不客气的就顶了嘴了 母女俩呢 互不相让越吵越火 最后再也不想在家里住下去了 当场离家出走 女儿这一走 没有发现目标的陈惠文 马上将炮火对准了丈夫 你呀你啊 平时和我不在一个战壕里 为什么跟女儿争执的时候 你不来帮我的忙呢 平时让自己为命适从也就罢了 现在连这些事 也要让自己左右为难 张其中起不过 俩人呢又发生了争执 女儿不听话 离家出走 丈夫又要造反 陈惠文这个气呀 怒骂之中呢 平时那套训斥张其中的陈词烂调 又翻出来了 靠老婆的男人你个窝囊废 张其中啊 平时本来就受够了这个女人 在这样的辱骂之中 怒火终于还是爆发出来 顺手抓过手边的一条电线 不管不顾的勒到了妻子的脖子上 边勒边喊着 我让你骂 我让你骂 猝不及防的陈惠文 只顾双手去抓电线 等张其中稍微冷静下来的时候 发现陈惠文已经没有了呼吸 犯下命案之后 张其中想到的不是投案自首 而是如何逃过法律的制裁 最终想出了自认高明的贼喊捉贼的方法 可是啊 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 2018年8月30号 在张其中杀妻案庭审现场 检方认为张其中被控故意杀人 实施清楚 行为恶劣 后果严重 社会影响极坏 并且从案发至今 张其中从未有认罪悔罪的行为 因此建议法院依法不与从轻减轻处罚 而张其中也得到了法律的严惩 其实说回来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 有很多女强男弱 男强女弱的情况 往往啊 强势的一方就会认为 我为这个家做出了多大多大的贡献啊 你呢 一直是享受着我辛勤努力的成果 夫妻之间再好的感情呢 也经不出这样的吵闹 这样的争执 任何一个恩爱和睦的家庭 都是夫妻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这种努力 不是说你这个月往家挣多少钱 我这个月往家挣多少钱 这个是不画等号的 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当在外面挣钱养家的丈夫 感觉自己辛苦劳累的时候 你啊 不妨抽出两天时间来 在家里面专心的照顾孩子 当两天全职爸爸 洗衣服做饭 擦屎擦尿 你都管了 这时候你就能体会妻子的不容易了 当妻子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时候 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累 而丈夫在家里什么事情都不管的时候 你呢 也不妨抽出来一个月 两个月的时间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我呀不管孩子了 我想办法挣上来一万块钱 挣上来三万块钱 挣上来五万块钱 再体会一下 丈夫在外面的这种辛劳 就是将心比心嘛 才能推心致富啊 推心致富了 这才能和谐美满啊 行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